这位星星,请教一下水下通信有什么特色,喂,喂,你在听吗?是,那请问水下通信有什么特色,喂,喂,水下通信不是普通的通信,它的特点是由潜艇的特点决定的, 潜艇有什么特点,潜艇的特点就是一旦暴露了就是割死,所以战时绝对不能暴露,至少要尽可能降低暴露的可能性,这种要求远比潜伏的间谍要高得多,间谍只需要一个掩护的可靠身份就可以,而潜艇连影子都不能让人瞧见,藏得越深越好,在这种要求之下,岸上的指挥部和潜艇之间,如何进行通信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通信过程的秘密性也必须得到保证,不能让潜艇为了接收和发送信息而暴露,那连收尸的机会恐怕都不一定有,现代潜艇都要求能最大程度地延长在水下潜伏的时间, 而淹没在几十米乃至于几百米水下的潜艇能使用什么通信手段,隔着吸收电磁波能力很强的厚厚的海水层,水面上的绝大多数通信手段都是无效的, 首先,短波和超短波通信手段基本无效,因为它们穿透海水的能力连三两米都不一定有,而且它们的通信距离,对于潜艇的任务来说太短了,直接出局, 不过,不出局的通信手段也有很多,下面星星给大火列了一下,为了做个对比,咱把商用风波网络手机放在了最左边,可以看到信号最好的,莫过于浮标通信,不过浮标通信在密集的航空版,潜艇力面前那就是找死,所以还得有多种手段,留给隐蔽通信试用,其中有个在海床附近,反而能信号满格的水下网络通信呸, 这个放在最后面啰嗦,从前一战,二战时代的时候,潜艇还曾经可以在水面上大摇大摆的航行,直接用天线接收长播信号,但现在不行,不过还有个替代手段,那就是通信浮标,没错,通信浮标很low很容易暴露,但它有个无与伦比的优点,那就是通信带宽特别大,直接连上卫星,战据军用带宽看蓝光电影, 发直播视频都不是问题,德国U212A型潜艇的卡里斯托,凯雷斯特浮标通信系统,所以浮标通信虽然很容易造成潜艇的暴露, 但如果有几方的反潜机掩护的话,潜艇还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放出浮标来痛痛快快地跟指挥部包上一通电话粥, 现在美军还研发了一种高大上的可以跨越水空气界面的通信手段,俗称冒泡和解读冒泡,主要原理是潜艇在水下用声纳向水面发射声波, 声纳波在海面会形成波纹,然后飞行在中高空的飞机通过雷达读取制定位置的海面的波动, 在飞机读取了海面的波动后,用一套很复杂的算法,把海面自然的波浪过滤掉,剩下就是潜艇用声纳冒泡的结果,可以解读出完整的剧奏, 不过这种通信方式也有弱点,一个是通信速率比较低,靠冒泡每秒钟都说不到一个字节, 另一个弱点是用主动声纳冒泡环,是容易暴露,目前最传统也是用的最多的, 其实还是渗长波和超长波通信,后者只有美国进入了实用阶段, 其实长波通信的原理并不特别复杂,几乎所有频段的电磁波信号, 包括广播电视和手机信号,在大气层里遇到了电离层, 只要角度合适,都是可以向地面反射的,而波长越长, 电磁波在地面和电离层之间,依次反射的距离就越远, 而且更重要是衰减更小,因此长波电磁波可以拿来实现远距离通信, 它可以绕过高山峡谷,以很低的衰减率,到达几千公里外的地方被人接收, 除了可以绕开地形遮挡和空气中衰减慢之外,长波还具备穿透海水的能力, 虽然肾长波对应频率,为肾低频率LF波长10到100公里,可以穿透几十米深的海水, 超长波对应频段,为超低频SLF每应则喜欢称之为极低频LF, 波长1000到1万公里,则可以穿透150到250米深的海水, 长波通信的这个优点,非常适合远程对前通信, 所以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武长的战略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 都装备了长波通信收信装置,注意,是收信装置, 核潜艇在水下接收肾长波信号时的状态, 一根拖液缆拖带着天线,溃线和稳定部分, 保证天线部分稳定,在水下6到9米深处, 为了收一条30字节的暴轮,这种状态一般需保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虽然盛长波通信时潜艇本身可以保持在45到70米的深度, 但拖液天线距离水面仍然较近, 返潜飞机借助蓝绿激光等手段, 发现水下这个深度的天线难度并不大, 在很多热带海域,甚至用肉眼就可以发现, 水下5米深的运动物体, 为了提高安全性,美军在21世纪列装了超长波通信台和前用接收机, 使用SLF频段的超长波可穿透深度100米以上的海水, 因此接收天线可以在水下100多米的地方接收信号, 如上图,和潜艇接收超长波信号, 十字深,可以保持在122米左右的深度, 拖液天线的最高点,保持在120米, 这样返潜飞机就很难发现潜艇和天线了, 慢,慢啊,不用一回长波通信针, 不知道啥叫真慢, 但是,超长波通信的传输速率太慢了, 慢到三个字母,需要15分钟才能传送完毕, 按照这个通信速度计算, 一部三个G的高清电影需要30643年才能传输完毕, 前提还得是不会中途掉线, 也就是说从原始人画演化的时代, 开始一直传到今天, 才能用超长波传完一部高清电影, 这个速率太慢了, 写一句17个字, 也得传送一小时45分钟, 所以用这种手段传送命令是不现实的, 美军把超长波作为呼叫自己和潜艇的BP机来用, 嗯,是的,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你可能几乎没听说过这玩意, 其实就是上面这个玩意, 星星暴露一下年龄, 我还真是曾经用过一年这东西, 超长波子时的, 作用就是给处于深海的核潜艇一个DV一声提醒, 意思是你该上浮, 到比较浅的深度收听命令了, 守到这个信息之后核潜艇就会上浮到45到70米, 开始准备接受盛长波通信传送的命令, 命令内容是绝对保密的, 星星认为可能就是如下格式, 军迷都以为核导弹跟电影里说的一样, 艇上有半截密码, 国家元首的核手提箱里有另外半截, 把这两截密码对到一起, 再有两个人同时转动钥匙才能发射核导弹, 且, 虽然现实中确实是类似这种设计, 但至少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冷战时代, 可不是完全相信这套办法, 能保证对苏联迅速进行毁灭性的核爆复, 2001年之后不断有消息披露出来, 那就是美国军方战略和力量, 可以在国家领导阶层, 瞬间全灭的情况, 下照样发动核反击, 为啥呢? 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总统的那半截密码, 别跟别人乱讲, 是我跟你说的这事, 那么这些核潜艇, 为啥不装长波发射装置? 没有发射装置那不就是个收音机吗? 没错, 现在核潜艇上的长波通信站, 就是个巨型收音机, 其收信助机重达几吨, 还得拖延几千米长的天线和溃线, 就是为了当收音机用的, 之所以只能有收音机, 因为TM长波台的发射装置太大了, 卡特勒盛长波通信站的天线阵美国的东北, 缅因州的卡特勒盛长波通信站的天线阵, 分为北镇和南镇两群, 总面积21平方公里, 工作频, 率24千赫, 发射总功率达到21兆瓦, 数有26根, 243到304米高的钢塔, 这个通信站的占地面积相当于两座明代西安城, 可以说相当大了, 但其实它在各国长波台当中也只能算是中等大小, 来稍稍体会一下长波天线阵的大小, 上图是卡特勒通信站的一个重锤, 重锤的作用是拉紧天线, 使之在冬天结冰和降雪时, 不会下锤到地面, 这样的重锤每根天线塔下都有一个, 再看看所谓长波天线, 这跟总线连同外部绝缘的直径, 至少有400毫米, 现在终于明白为啥核潜艇, 只有收音机, 而没有发射机了吧, 除了浮标, 跨界面和长波通信之外, 蓝绿激光通信在最近几十年内崛起了, 波长470到540纳米的蓝绿激光在水中的衰减率很低, 在美国和法国的试验中可以穿入水下300米, 我国的实用化装置, 也已达到了100米的实用通信深度, 蓝绿激光的好处很多, 它可以直接游在轨卫星, 与水下潜航状态的潜艇通信, 而且蓝绿激光的上行和下行带宽相当牛呆, 在较显的深度, 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秒几十上百K, 收发中等尺寸图片都够了, 蓝绿激光通信的技术进展保密程度高, 在这儿就不多费口舌了, 不过未来30年内蓝绿激光将是水下通信的主流手段之一, 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是水下网络通信, 用星星的话说, 水下网络通信分为固定电话和蜂窝移动电话两种, 固定电话相当于在海底盖了很多电话亭, 这些电话亭的位置是绝对保密的, 电话亭和路上指挥部用光纜连接, 和潜艇跑到电话亭附近, 释放出一个飞行插头, 在声信号引导下雨电话亭连线, 这就是打固定电话啊, 水下网络通信的移动电话则是这些电话亭, 改成了风波基站, 利用水声通信其实就类似于主动声纳, 向周围一定范围内发送信息, 潜艇如果没有处在高威胁区域, 也可以使用通信声纳及水下机站发送信号, 水下网络通信特别适合打发撒钱的土豪, 比如川总的美国海军, 所以毫无疑问是美国海军首先立得像, 不过近年来西太平洋的几个国家, 也开始大力开展, 水下网络通信实验和铺装, 未来的水下估计得需要用下自搞搞排线了, 要不中美日印的水下网线, 说不定都缠到一起了, 川总, 让处于海底的美军艇长, 给我讲个笑话不再是梦想了, 请拼携一遍美国将重新伟大, 为,为,为,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